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开拓者正一支怒了 上一期我们是打完了绿门宝 在绿门宝这里拿了比较多的好用的装备 现在我们出去 绿门宝旁边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热物地点 熔火之园 也是之前安妮威亚发布给我们的任务 失踪的赤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在这里熔火之痕 我们直接就从绿门宝把这个熔火之痕的这个位置的任务 也给他弄完 也给他弄完 疲劳了 疲劳 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吧 进去不会立刻开战 如果不能解的话 我们就扎营休息一下 这边又触发了索谢尔的恋爱线剧情 他给了我们一朵深红色的小花 在外面扎营的经常能触发索谢尔的这个浪漫剧情 我们选太美妙了 好 然后我们让小进上马 加一下大方 这里其实不难 有真知度就行 里面有一些忘乱魔 不是很难 我们往前走一下 没急一场战斗 在这边我们看到一群忘乱魔 在这画了一个邪恶的仪式 打算举行什么邪恶的仪式 然后把一些人抓了过来 抓了过来之后 在这里进行了一些恶魔的转变 他们要把人类转化成恶魔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施法 其实 你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圣调军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失踪的赤猴 你看到他这个尾巴长出来了 然后这些恶魔是贤歇尔的部下 一人承栽 贤歇尔是邪教徒里面很厉害的一个头目的人物 之后我们会遇到他 好不管他们我们就切即时制 我们进去给他评亏了 那我乱魔讨厌的一就是孢子 二就是这个近有数 咱就是这个熬玩叫很烦的一匹啊 好 然后我们人聚一下稍微的解一下包子 当前这里会触发剧情 这个忘乱魔很有意思啊 他叫卧利弥拉科 他是一个聪明的笨蛋 可以跟他聊一聊啊 你可以听这里的音乐这里的音乐一旦变成鬼术的这种搞笑音乐 就知道这里的剧情是那种怪蛋像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你也想变成恶魔吗 你是谁啊 我是聪明的忘乱魔 实际上他是个聪明的笨蛋啊 神奇的忘乱魔 可被人类的俘获者恶魔的制造者 跟自己起了很多绰号啊 其他忘乱魔说他是个蠢货啊 他们说吧 小鸡脑袋 然后这个我自己就变成了一个聪明的人 一人承担贤希尔最中意的学生啊 我正在用人类制造恶魔 他把所有的这个隐秘全告诉我们了 一股脑全说了啊 嗯 艾巫说我要是一生气咬了他 就要被恶心的再也吃不下东西了啊 啊 家伙 他们又开始吵嘴了 你在这里干嘛呀 我在制造一个军队啊 晚上他派他的鸟群去找人类啊 愚蠢的射尿军 他转化偷来的变成好 变成好恶魔啊 全都告诉我们了 这个其实是贤希尔让他在这集结一支军队啊 这里来也说了 你侍奉了一个聪明的法师 但他却派你到了很远的地方啊 非常重要的任务 你怎么从你怎么学会了这个魔法 哎 这里他拿了一张纸啊 这张纸很重要 古老的知识啊 读了就做到了 用人类制造恶魔 你也有感兴趣的一匹啊 非常的感兴趣 这里呢 一定要把他给 这个护住啊 让他就是劝走啊 把他劝走 你真聪明啊 我可得意了 我可聪明了 你这么聪明 你能不能把这张纸给我啊 最危险最致命的 你当你再遇到忘了模式 你就要拜到他面前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他就走了 他就把这张纸留下来 这张纸很重要 这张纸是一张精灵笔记啊 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没有发现这张精灵笔记啊 然后这边触发了这个速食骑士团 也就是那个半身人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自由摄像军啊 是我们的那个灵史道徒的专属吧 来了一群自由摄像军帮我们去打 前面好像还有一只万乱魔吧 反正无所谓啊 你看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啊 不重要 这里一定要把这个剪着 沾满血迹与煤灰的纸页啊 这张纸找这个 呃 说出人 然后回答对说出人的问题 是可以把它变成一列精灵笔记的啊 他可以加我们一页精灵笔记的次数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个老熟人啊 真纳 我们先不着急跟他对话 这边要出发一个察觉啊 嗯 然后察觉到了以后 这里有一个魔法精华和一个密法根除手套啊 在远程接触攻击剪径的时候 获得四夹指啊 这个对于小进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我们给小进戴上啊 好 那至此呢 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啊 然后呢 有这个灵史道徒在这里 也有专属的一个内容 就是振兴土地啊 我们可以把这里也付诸一下 付诸之后 这个 呃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跟一下这个半身人聊一下天啊 哎 我记得是可以跟他们聊天了 这个人吗 对哈 呃 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 嗯 谢谢你们的帮助啊 行行行 然后他们就会回到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去啊 然后这里呢 我们先跟这个沃拉德对一下话 呃 呃 啊 他说让我们救救他 但是他他们两个其实已经都被转变成恶魔了 这个已经长出了很多恶魔的特征啊 这里我们要面临着一个抉择是杀了他们啊 让他们解脱还是呃就是不介意他们变成了这样想办法去缓解他们的痛苦啊 这样的两个选择啊 啊 他他们被抓进来好几天没有吃到吃东西了 然后说旁边有一个姑娘啊他也是被抓进来但是他还没有被转变 你们怎么到这里来的他们是叱吼啊他们是来呃 查看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里呢我个人觉得选择就是把他们救回去啊让这个少女军帮他们减缓痛苦会好一些啊 啊 这里提到了啊他们这个对他们做了很多很残忍的事情啊让他们发生了一些转变一些人已经死了 现在该怎么处置呢救我们或者是杀我们啊呃我不知道能不能被治愈但是据兰恩所说呢呃这个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是是可以控制的啊 那我们有了兰恩的帮助其实是可以控制这个疾病的发展的啊啊我觉得还是救的好啊每个队友会发表一些呃这个言论啊 如果你是遇恒者或者是恶魔道徒的话这有特殊的选项我这边就直接选择让他们回营地了 然后在这里遇到了珍娜珍娜的故事线是关系到我们希拉最终的结局的 呃我们的希拉呢一共有三种结局啊 其实是四种啊分别是这个好结局啊普通的结局和坏结局 以及一种手续结局啊手续结局呢是可以呃 据据说啊我没有试过手续结局是可以覆盖掉前面几种结局的这个选项的啊是可以算是一个保底结局啊 那怎么触发好结局还是换结局呢好结局影响好结局的一共就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在这里在融合折痕这里是不是救出真啊并且放他自由啊 第二个就是我们之后能触发的一个参加婚礼的任务啊 我们要在那个任务上提前发到发现异常并且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这两个都完成就可以进入好结局啊 这两个都失败就是坏结局 然后如果一一好一坏啊就是普通结局啊 但是在这这些过程当中呢 如果我们选了大量的手续现象啊 让这个手续的选择大于等于三啊 最后就会用手续结局来覆盖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 其他的这个结果啊 但是其实无论结局如何呢都能获得这个希拉比较厉害的那个能力啊 叫做护卫有伴的这个能力 所以呃你如果不追求RP的话影响不是特别的大啊 我们这里就是就找一个希拉的好结局就好了啊 然后珍娜珍娜之从上一次在那个令旗营地跑掉之后啊 就就再也没遇见过啊 希拉见到他啊 希拉还是很想救他的啊 他逃跑了就被忘了魔抓了过来啊 然后他没有被举行仪式啊 这个希拉一直在说吓坏了 我们要把他带出去啊 然后雷杰尔就不同意啊 雷杰尔觉得应该军阀处置他 盼他死刑啊 我们的队伍不是雷吉尔带的 他说的话不算数 他希望我把它放掉 绞型太严厉了 但是第一场战斗总是最难熬的 雷吉尔我觉得有时候可毒蛇了 所以你第一场战斗也逃跑了 我没逃 我们被教导不能抛弃彼此 但我差一点就逃了 你看这个蓝蓝就比较温柔一些 这里选手续呢 就是加手续分的 我们把它救起来 算是好结局的条件达成了一项 我们就选择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就跟他聊一聊 他什么以前怎么怎么样 是本来天真的觉得可以加入圣寨 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一直很羡慕希腊 说这个能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自己一直不行 这里就把它放走了 就可以了 那这个融合之痕的这张图 应该就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准备离开 这个忘乱魔身上还有两个物品啊 没啥用啊 拿着 从如火之痕出来呢 我们继续切回圣寮君模式啊 这一期主要的内容 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 少君模式啊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里 我们先用我们的这个副官 先把这个恶魔部队给打掉 我们要去拿我们的最强戒指啊 灵魂之灾 没有这个戒指后面还是挺烦的 然后呢你要知道你只有主角的团队在大地图上的时候 我们再用这些少君部队进行行军的时候才会触发这种察觉解定啊 你要注意一下 有的时候可能会触发失败啊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 就主力君的名字怎么没了 有呀 为什么这边不显示名字呢 好奇怪啊 主力君就在这待着吧 我们现在也不能征兵 征兵一旦每一周一定一定要来征啊 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后边的这个几个职的增加 在这里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 对于这些数职都是怎么样的影响的 关于领导职 就只要我们率领将领去打仗啊 这个就可以加这个领导职 基本上是潜移默化加的 那后勤职呢 只要我们在这些这个点位上去造这个建筑物 就会累积后勤职 外交职呢 是我们只要在这个 无论是每周获得的 或者是在大地图上获得这种资源 就会加我们的外交职 军事职就是靠我们就是征兵来获得的 我们这一张是需要把这几个等级顶起来的 所以一定要不要偏刻啊 否则你到后边会有很长的时间要等着 此外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张截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这个最终飞升的时候是对时间有要求 但是他只对月份有要求啊 他对年份是没有要求的 所以你这里拖多长时间 其实都不是很有所谓啊 你如果实在这个尚要军模式打不过啊 你就拖一拖啊 拖一拖 每周就是多争一些冰网 冰数上来了 自然就碾压了啊 你如果这个尚要军模式打的比较痛苦的话 这里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让主角回去啊 这里我们可以直用次元门传回去啊 哎 我次元门啊 那我卷得城的次元门可能还是没造好啊 没造好 我们先走吧 虽然没有造好几天啊 走回去吧 走回去就站在这个城上 先别进去 然后我们再切换成这边 然后再来操作 我们先把这个七级部队给他打掉啊 这七级部队关系很重要 不是很难啊 主要就是先把两个骷髅弓箭手手点掉 剩下的就是比较肉啊 慢慢打就可以 好 这边我们就拿到了复旧者斯特凡纽斯的这个圣器啊 这个圣器非常的重要啊 然后我们的将领终于也升到这个七级了 拿到了火球术 拿到火球术之后呢 我们就回去啊 跟我们的主力部队会合 然后把这个兵给调整一下 之后呢 这个副将领基本上就用来防守啊 不会用来这个什么 不会用来做这个主要的事务 然后我们现在切回到圣要军模式啊 就点这个按钮 切回到这个这种圣要军模式 在这种圣要军模式下呢 我们去点这个城市是可以看快速的看到这个城市的已有的建筑网 然后这下面是有一个这个按钮的啊 是可以来快速的在这些格子中去进行切换的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所有的都照了补给中心啊 全都造了 那补给中心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堆我们的这个资金了 要给每一个这个地方啊 再建一个旅馆啊 我们有了这个补给中心 下一个就是旅馆 在建旅馆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稍微的注意点放的位置啊 旅馆最好跟你的补给中心一个斜角的放置 后边我们有一些相邻加成的建筑是可以摆在旁边的啊 这个当然你没摆也无所谓啊 因为资金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缺 材料比较缺啊 你到时候只要把这个材料的这个地方给给补上 也是可以的啊 我们这里稍微的补几个旅馆 然后回来我们看一下社交军的法令啊 我们第一件事呢 就要先把我们的灵魂之灾啊 我们刚才拿到的那个 哎 哦 可能得进来一下吗 可能得进城一下 我们把我们的处立部队进城啊 让他触发一下 进入 刚好呢 有一些事件 有些任务我们接一下 应该是队友的任务 在第三章啊 这个少女军模式里 不断的会有队友来触发自己的队友任务线啊 你就不用着急啊 就慢慢一点点打 一会儿圣调军一会儿回来 但是建议大家呢 先把圣调军模式里的这些神器啊 能够尽量的都恢复完啊 再去推图会容易很多很多啊 这个是一个小小tips啊 这里来的任务线出发了 他告诉我们 他想回到这个混入种人部落去看看他们 也是时候回去看一眼 发生什么事了 好 我们去回去找这个混入人啊 获得任务落叶归根解锁新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要回到我们的第一章的 这个卡纳布利的那个位置的 但是即便回去了 也进不去我们之前的地图了 我们没有办法操控的 这个树人 这个树人是灵石道徒的专属剧情啊 他是来投奔我们的 灵石道徒的这种剧情呢 就是有自由圣调军加入的这种剧情 在第三章 甚至后边有很多次啊 这是第一次啊 是这个叫做 烈炎者斯科蓝塔啊 这里呢的选项是关系到我们后边 历史道徒的分支的 之前也就跟大家说过啊 历史分为三个分支 一个是善良的分支 一个是混乱的分支 一个是邪恶的分支啊 邪恶的分支是专门为了进魔鬼道徒用的啊 我们就无脑选善良就可以了 因为混乱的灵石 法术特别的菜啊 然后这里招募啊 他就开始阴阳怪气了 怎么回事啊 不能引狼入世啊 要给他们什么施加这个 这个定步啊 要控制他们啊 这个让他们最好让这些树人啊 把树林的位置告诉我们啊 就是把他们的命门告诉我们啊 要是这些树做什么不好的事 我们就可以操控它 这很魔鬼对吧 我们这里呢 就选善良的选项就行了 分别就对那善良混乱和邪恶 选善良啊 就就可以了 我们最后是要这个转化成善良灵石的啊 想起极乐之歌啊 就可以了 好那这边的事物也算暂时完了 我们继续进入到尸奥军模式啊 我看一下能不能解锁灵魂之灾啊 这个东西太关键了 抓紧 没有他好多地图 我都不想去啊 可能要过一天才行啊 那先算了 自由尸奥军让我们去庭院啊 先不着急 这是 我们先把其他的吧 先把这个等级升了 升级啊 先把这个外交连结和后勤议会 安给弄了 然后兵法进展 好了吧 其他的 后面仁慈终生这些慢慢慢慢来弄 然后我们切换到主角 把主角放到大地图上 我们继续我们的尸奥军模式 由于尸奥军模式在这一张挺长的啊 除非遇到一些特别强和关键的战斗 其他部分我可能考虑加速给大家跳过去啊 剪辑就不剪掉了 因为有些小伙伴可能想看看 我这个上军模式都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怎么选啊 都漏了哪些东西啊 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 我们站在这个堡垒大门上 一会我们还要出去啊 我们要配 之后马上要进实验室做一些准备 下一期我们就去二月路的实验室 在去之前呢 一是要在这个尸奥军模式里去解锁更多的这个盛气 二是把这个尸奥军的这个地图推一推啊 我们主力部队去跟我们的这个复属部队去啊 你看这边才能触发这个潜坟啊 之前来了好多次也触发不了 但是这些地方吧 有的值得去啊 有的其实去不去不是很有所谓啊 就是一点材料 我们这里把这个部队进行一下整合啊 嗯 看一下啊 弓箭手铁要的 但弓箭手我们现在没升级啊 就先是这样 神射手之后是可以可以升级升到的啊 我们跳过一天 然后就反复切少君和这个什么啊 这边已经好了两个会已经开完了啊 果然要过一天啊 过一天就有了 这边要呃这个复修者斯特命侠斯特反扭斯的命运之侠啊 呃这里的小米会把我之后关于这个 嗯 生物啊 恢复的生物会怎么选啊 给大家呃稍微的以一个简表的形式放一下啊 至于每个生物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 小米会在每次这个生物选出来加强的时候再给大家进行展示啊 啊为了测试这些东西小米花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啊 呃希望大家觉得有所帮助的话还请多多三连支持好吧 哎那我们就继续啊 仁慈之中 这个能给我们加一个专场所有防御恶魔部队的时候 这个加一ac啊 还是很不错的啊 我们也给他啊 搞上啊 好 我们的主力军继续推啊 我们把这个左下角的这一波啊 先给他推掉啊 先回到这里啊 每次行军都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啊 这边回到这里 然后一看看到这边有碳号可以征兵 我们要立刻征兵啊 这一队就在地图上浪荡着吧 也没啥大用啊 好 跳过一天 我们回去先开一下会议啊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行后勤会议啊 是后勤会议主席啊 然后几个人加入了后勤会议啊 我们现在后勤乱七八糟的啊 就一乱做一团啊 我们要开始开后勤会议了 这里的一些选项 其实可以可以问一问啊 因为有的时候这里边会有一些 有一些小的加经验的点啊 有的时候我我会忘了点啊 这里呢 我个人倾向的要不选沃尔吉夫啊 我们所有的部队加一AB加一AC 要不选爱陆沙尔雷 选这个所有单位加二豁免啊 这两个都是不错的 蓝恩的话加十生命值 我觉得太菜了啊 这个这个加一攻击加一AC 加一AC和一豁免也还凑合 但我一般来说 我会倾向于选沃尔吉夫啊 都有道理啊 你选哪一个都可以 那慕之池又来了 外交婚姻 慕之石一直矮啊 这这我每次一看慕之石我都懒得我都懒得看啊 但是这一次呢要选慕之石啊 因为慕之石给我们的这个单位是最厉害的啊 就是这个慕之石非常非常的强力啊 是我们后面主力的一个部队啊 其他的单位呢都相对来说 比较弱啊 游荡者 欧尔吉夫给游荡者 蓝恩给野蛮人啊 野蛮人 嗯就跟慕之相比 就差一个等级啊 跟都不对不对等啊 决斗家 这些都不是很对等啊 这里选了数十之后呢 我们之后就有可能在招募佣兵的时候招到数十了 还是很重要的啊 我们就选这个慕之石女士啊 这可能是唯一一次赞同她的一个选项了 然后欧丹上位开这个军事会议啊 这个军事会议也比较重要 我们第一次军事会议是把普通的这个步兵升这个盾兵啊 第二次军事会议我们要把所有的弓箭手升神射手啊 神射手是这些单位里面这个出出最高的 但是游侠的均衡能力相对来说好一些啊 均衡能力相对好一些 你要是不追求极致输出的 你选游侠也可以啊 因为神射手太脆了 一个只有22选啊 猎头者我没试过啊 就是飞服猎手这些我没试过啊 至于这个是个垃圾啊 同时兵是个垃圾就不用看了 这里我就选这个神射手了 然后这边又触发了这个击退攻势 应该会有一些恶魔过来啊 我不管啊 我们继续啊 我们就来回切换这个主角部队和这个上海军模式啊 我们主角部队也可以出去干一点有的没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找到了这个蓝 蓝给我们送了一个 这个什么啊 我们不要说信吧 送了我们一个这个钥匙啊 我们可以回去 去把蓝送给我们的礼物拿一拿啊 这些有的没的事啊 就先别进那些比较难的地图啊 就干一些有的没的都是无所谓的 我们可以回一趟天堂支援啊 这边刷了一集七级的恶魔部队 有没有 让主力去去那啥一下 这里过了一天了啊 左边是有七级的 这边是有一个 还有一个恶魔部队 看来是要过来啊 嗯 我看一下啊 没关系啊 其实他们过来围攻的话 也也 也能坚持几天的 我们可以该干什么 还是干什么 然后这一队可以跟我们的后备军结合一下 看能不能 把一些小的给他打一打啊 像是这一队 应该比较强的 圣武士实在是太少了 没有啥用啊 我都想给他删了 真的是太少了 真的没有啥用 我毛病其实也有点少啊 这样 这样吧 但其实这个还是太菜了啊 不过哎 我们这队树吃很重要啊 嗯 但是树吃现在人数还不够不太成规模 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这么一看的话 这个还是不要了 我们要树吃 好啊 你们两个合一队吧 你们三个 好 然后我们主角啊 继续往前走 这种造物战我都不打啊 你要是实在 嗯 实在缺经验值 想打的话 呃 也可以打啊 但我一般都不打 先别进啊 我们先征兵 先优先征一些比较关键的啊 我们现在资金还是有点缺啊 先把他俩 先把他俩征了 然后载一攒资金 载一攒资金 看 这边有一个七级的 我看一下下面 这一队 非常好 而且大家给我们写了一封情书啊 在这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只有记忆防围永恒啊 要记得我啊 哎 帝 带蓝啊 然后给了我们个医疗数目账 这医疗数目账 足有20发 20发的医疗数啊 很厉害啊 30个恐龙铜骨也很强啊 三个钻石啊 然后呢 还给了我们几个九盘的卷轴啊 玉井啊 这个叫什么 女妖之豪 嗯 还有一个七级的啊 这个高等复原数两张啊 就不得不说 伯爵大人真的有钱啊 真的有钱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把带蓝的这个十一级加点给大家先点了 一点神秘一点世界 然后沟通 这里 这里的这个选择 其实 因为我们的带蓝基本上是跟索契尔两个人轮换着上场的啊 我们先选这个技能专攻啊 不是啊 法宋专攻 法宋专攻里边的这个速能 为了后边送胜之语做准备啊 索契尔和带蓝这两个都是要选的 技能专攻速能 然后这里呢 带蓝基本上带带蓝基本上都是为了这个动物之有的能力啊 因为我们动物伙伴在高难度下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在豁免上的弱势啊 动物豁免太低了 当t的话 哎如果有这个带蓝有这个动物之有的话 这个动物的豁免会获得我的魅力调整值啊 这就能加的非常的高啊 基本上是我们后期动物的这个豁免的保障啊 这就是带蓝的核心能力之一 你把选这个动物之有 然后法术上 法术就查漏不缺啊 什么都可以啊 这边来个五拳还没选啊 五拳 这里 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换着上的啊 你就索西尔有啥 带蓝也得有啊 否则他俩换的时候不好看啊 这个圣战之刃 五环 维生气泡不错啊 荣光爆发也不错 复活王者这些都挺好的啊 我们先选一个荣光爆发吧 好啊 这就是带蓝的十一级加点 左边这个七级的恶魔部队有点烦啊 他离我们很近了啊 下面还有一个 但是这个只是个五级的恶魔部队啊 其实在这儿能看到他的这个等级啊 这两个就是来袭击我们的 我们不得不先去解决这个七级的 刚才的这个一度脸数可能就白花了啊 然后我们的这一对 就跟我们的主力复合 然后这个四级的就问题不大啊 不是下边这个五级的就问题不大 我们拿这个四级部队去给他产平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建造我们的一些资源啊 不计中心和旅店基本上是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的 哦 这边有一个事件啊 以我们信任的指挥官之名 骗子们开始造谣说指挥官是个圣人而容易受骗的士兵 现在正购买他们的符咒啊 包括我们剪下的头发 指甲这些啊 嗯这是领导值放过是士气二十 这个呢 购买斗篷支援盛战 资金收入提高二十 但是要消耗150的 呃材料啊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个资金等我们把这个旅店都给起来之后 资金其实是不缺的 资金是预出的 而这个材料在前面是很贵的啊 哦 我觉得还是加这个三千五的领导值啊 好一些 好 其他的目前没有什么可选啊 我们切回战役 我们主角部队呢 没什么事呢 就可以把地图上的这些资源的点啊 就你你点到这里会看到啊 这有一些资源 去把这些资源点给剪一剪啊 然后疲劳了的话呢 我现在是采用比较作弊的方式啊 就是用呃这个 百宝大二去休息啊 那如果呃大家觉得这个不好啊 你也可以选择传回卷则城啊 我们现在卷则城这个可以传了 传回卷则城去休息 就不会加这个腐化之后再出来啊 因为我们反正少女君模式要等很久啊 所以呃就这样来回切换 可以把衣食把地图上的这些点都扫干净 比较强化这比较友好啊 二是这个要节约时间 不用再去额外的付出这个时间了 这个四一部队就不动了 在这站着就可以了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眼这边 嗯 每过一天我们这边都会涨一些资源啊 所以可以去继续修建啊 好这边俩折磨不对劲啊 我们让主力军去把它打掉 这里我们升级了 七级升八级啊 这个第一个是能量恢复提供5%的加值 这个是威力提供5加值 然后这是神术啊 我们基本上是靠奥数魔法进行输出的 这里基本上无脑选奥数魔法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里是靠兵力碾压 把我们之前没有打的一个据点给打掉了 这个据点是一个法系将领啊 建议大家就考虑就考虑用这种方式啊 去把这种比较难缠的法系将领给解决掉 用这个兵力去碾压 也就是说靠时间啊 让我们的这个兵招募的比较多了之后 再来打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这边拿到了一个移眼还移眼 是吧 复合短攻啊 我们用不了啊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回走啊 然后切换到少女军模式 就是反正就是来回切 哎 这个兽物被加强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进行选择 这里呢 小米把这个兽物所有的一些能升级的选将给大家放出来啊 然后以及他对应的一些效果 这个命侠 这个腐朽者斯特反纽斯的命侠 基本上是最强圣教军圣器排名第一的一个厉害的物品啊 99%的人都会选择把它放到戒指之中啊 然后最后做成我们的灵魂之灾的这个戒指啊 哎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啊 这样选择事件开始就可以了 这边有个报告啊 说的是我们刚才把那些军队打走了的事情啊 然后再看个反令啊 这边升完这个的以后呢 第二个圣器我建议去升这个 这里一万支持 我们还没有拿回来啊 那么就先升这个轮王骑士这个徽章好了 先做这个 如果你有队友能使坟中割者的话 你可以先优先的去把这个坟中割者给给弄出来啊 我由于希拉是现在使的是剑啊 所以坟中割者不急啊 等到后边再弄啊 都来得及 现在没有人能拿啊 好 这边遇到了路上有人 看看这里是什么剧情啊 在大地图战斗的时候呢 就是有的剧情会在这里触发啊 应该是应该是魔孽吧 不知道是不是魔孽的那个剧情啊 你们保守体验啊 该上的buff还是要上的啊 怎么挡 应该是啊 这边触发了一个小支线 这么凶啊 他们在举行一个仪式啊 这个法术能帮我们对付恶魔 我们有我们还是有希望从我手中保住的 不是吗 好 看来咱们有进兵了 来的竟然还是指挥官啊 我们是圣将军战士阿尔弗雷爵士的侍从 你们遇到了什么事啊 我们正在护送 获救的囚犯前往卡纳布利啊 我们之前英勇的解救了他们 自豪的说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些抓他灯人正在追我们啊 所以我们的领袖兼导师高贵的阿尔弗雷爵士 决定占据防御地点跟他们战斗啊 我们在为战斗做什么准备 那这是什么呢 是一种会伸长脉动的灵活物体啊 呃 这个是恶魔 诱补恶魔的陷阱啊 他们看起来就像 呃 反正挺恶心的 你们的领袖呢 好在这里 出来了 还是很歧视的啊 跟我们单膝跪地行礼 我他就在此 急于你与你相逢啊 非常有歧视风范啊 我真诚地问候 第五次圣战的指挥官啊 啊 呱呱呱呱呱 他是艾奥梅黛的追随者啊 哦 这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这个事啊 奥能师长官给了我们一张 能制造出 又不恶魔陷阱的卷轴啊 现在是使用他的最佳时机 这是个很棒的陷阱 我们帮他说说 我们一会儿会打一个磨孽啊 一会儿会打一个磨孽 不拉不拉不拉啊 这里说有一个怪的东西磨孽 他非常非常讨厌啊 他正在追我们 我们很乐意帮你们 好我们准备准备一下吧 哎呦 我这buff是白上了 过了33分钟啊 嗯 哎 还行 禁勇处还在啊 应该还可以 好 一个拥有天堂之血的凡人 我认得你的气味啊 不拉不拉 这些人都归我保护了啊 这里剧情就不仔细跟他看了啊 我们就准备 准备开打 非常讨厌的磨孽啊 这个磨孽是弱强刃的啊 相对来说弱强刃可以用咆哮术去打啊 他身上还有高级一大堆啊 我们应该直接能给他平A了吧 灭牛准备一下咆哮术吧 都没用过啊 还喊一嗓子啊 还挺肉啊 你别说还挺肉 打的不是很多啊 他好肉呀 好终于打掉了 这里能拿到一个加四灵巧首辅啊 算是一个小支线的纪念品吧 磨有啥大用啊 磨有啥大用 这边拿到一个蜻蜓链甲 这个蜻蜓链甲之后给索西尔穿啊 他可以每日启动一次为半径30尺内的盟友和恶魔啊 盟友对恶魔的攻击减定和伤害减定加一洞察加指啊 而且维持十轮还是挺厉害的啊 之后给索西尔用 这边拿到财宝贪食魂欲啊 幽静之石的哪来着 我找一下啊 在这儿啊 我们先把幽静之石给拿到 这边拿到财宝贪食魂 这种高级的恶魔部队呢 他的这个评分很高 就是部队的等级很高 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个高级恶魔的数量太少了 往往呢造不成特别大的影响 但是他会传送往来小心一点 咱就别动了 咱就在这儿等着就可以了 我们哪一口 然后善哑的人一轮集火 基本上就带走了 我们的这个攻击手非常非常的脆啊 所以经常的傻 经常被打掉非常多的血量 材料点数加十 然后我们去打这个幽静之石啊 也不是很厉害啊 就是蜘蛛的数量多 拿到了这个幽静之石 然后我们切回这边看看怎么样了啊 仁慈之聪 仁慈之终生已经搞定了 然后现在还不行 还有三天啊 这边有一个事件 哦 伊拉贝斯要谈话啊 这应该是伊拉贝斯最后的那个鼓舞的事件了 我们加强一下指挥系统 看一下啊 指挥又升级了 嗯 其他的 其他的都不行啊 主要是这些盛气的修复都占用外交点 这边我们要攒500的这个50和50啊就可以 50和50就够啊 这个留一点先别花 因为这个东西关系很重要 伊拉贝斯我们先不管他 先让他等着吧 不急啊 这边就找这个小兵来探路就好了 我们主力部队继续回来去解决这边的问题啊 这些岔路啊 我们都找一只小兵来探路就可以了 好 又可以征兵了 我们继续征啊 神顺手很重要 呃 为了加这个军事值 像这种也可以征啊 就是只要你不是特别的缺钱啊 我们现在钱还可以 这种也可以征 然后我们搜一下 好 这种就太差了啊 这种就太差了 这些先不征了 这个骑兵之所以现在还不能征 是因为我们在卷泽城的主城里还没有建这个主马就 只有建到主马就之后 我们才能征兵这些单位 但是不急 我们要等到这个侦察骑兵升一级啊 变成更高等级的兵种的时候 我们再来征就来得及啊 现在不急 我们去跟主力部队会合 我们现在带兵人数还是差一点 这个处施现在带不进来 反正处施的人数现在还太少啊 带不进来就带不进来了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个部队啊 是有这个雷击的这个将领的 我们用兵力去给他碾压掉 指挥系统也完事了 我们回到大地图上 我们先进去找一下亚贝斯 开一下这个指挥会议 亚贝斯啊 来找我们聊天啊 不拉不拉 之前这个软弱了啊 现在是你让我站了起来啊 我很高兴你感觉好些了 至此呢 鼓励亚贝斯的任务 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啊 这个亚贝斯的好结局之后 你只要保证他不死啊 就问题不大了啊 指挥官有一个意外的援军到来啊 这是一群这个野蛮人啊 来这个加入我们 我们可以选择接受他们 加18个野蛮人 也可以选择要这个2500的点数啊 野蛮人我不会带的啊 所以我就要钱吧 要钱啊 加这个外交值就可以了 这个来给的这些资源点数 都会转成外交值啊 这应该是地狱骑士的前置剧情啊 对啊 它是地狱骑士的代表 这个是前置啊 后面亚克来了 就是之前丢了盔甲的那个亚克 来向我们求救那个亚克 就能开启雷杰尔的贵人线了啊 啊 好好欢迎你们加入啊 我现在是中立善良啊 我的天 然后我们主要是来开会的啊 汉峰上将 哦 我们可以这些点一点吧 这些就不点了啊 哦 仁慈军官是一无事规模加10% 其实还行 力求卓越 这个就一般了 将领获得经验加10% 我一般会选运筹帷幄啊 刚好我们有一队这个什么 哎 没给大家看最后有选要是什么 但是那个不怎么好啊 不怎么好 我一般就选运筹帷幄 这样刚好可以把这个 术师部队给他带上 哦 这边有一个事件啊 触动者 古怪有些神经质的牧师来 他说在梦中 看到自己消灭了世界之伤啊 并确信这是一个预兆啊 他得以踏上前往 协能城的间隙旅程 请求他外出与邪魔作战时 保护圣物的安全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选项 我给一个加三这个锤子 没有啥用啊 资金收入提高20点 我觉得还不错啊 但是这个每个本专长的每个等级 是优势规模 扩大5% 更好一些啊 我们就要这个优势规模 这是一个永久的专长 是一个永久的被动啊 还是挺好的 好 这边还没有完成啊 我们再切回来 再回来之后呢 我们再跟伊拉贝斯对一下话 之前不是完成了 熔火之坟的任务吗 在这里跟他对一下话 这里可以获得来路不明的这个任务 就完成了 就还能给一些经验 然后呢 我们上个交通没有 我们出去 我们不是把那个谁救回来了吗 把那个输出人救回来了 我们去找输出人对一下话 刚才我们在熔火之痕 拿到的那页笔记啊 还没有变成真正的笔记啊 我们要给他解锁一下 从现在到这个时间点为止呢 我们一共应该是拿了 1234 熔火之痕应该是第五张竞争笔记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包里 竞争笔记之前应该是没有 没有给的啊 这个一页 两页 这个不是啊 三页 四页 一共四页 竞争笔记这两个是霍西拉的命令 再加上这个啊 一共是五页 这个竞争笔记分别都是在哪解锁的呢 第一页是在灰冰营 第二页在未解之谜 第三页在不浅的营币 第四页是猎龙啊 第五页就是我们 熔火之痕拿到的 这里建议大家存个档啊 如果你不确定你能选对的话 然后跟他对话啊 可以首先问问他在龙穴那在干嘛 为什么这个龙没有杀他 我们之前也说了 他在给中国龙讲故事啊 而他之所以回到那个塔里呢 是因为这个塔以前跟他有非常 明确的就是非常紧密的联系 这是他早已忘怀的记忆啊 好 然后我们可以跟他说这个燃火书业的事啊 然后他又开始这个通灵了啊 他就看到这个书业就开始通灵了 好好好 他们正在啃述我 这说的是这个士兵被变化的一个事情啊 这里提到了贤希尔 这页笔记是贤希尔的笔记啊 然后他会为我们三个问题啊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囚犯 深渊和这个乌拉克 这三个选项选完之后呢 就等同于把交给了这个说出的一页精灵笔记啊 而不是把那个刚才我们说的那张纸变成了精灵笔记啊 就等同于交了一页啊 就就算是交完了 咱们也等我了 好 这个地方就算是哎 虾米 往前排上躺 开心啊 小猫猫 好好啊 交完了 然后呢我们之后 每交给他三页这个精灵笔记 他会给我们讲一次故事啊 我们刚才等同交了一页我们再交一页 两页啊 再交一页第三页啊 然后他就会开始给我讲故事了就意味着我们刚才的确是交了一页啊 他这里跟我们讲的故事呢 他说族人去穷人去穷营啊就是因为他想抵抗这个天坠天坠对于这片大陆带来的危险那他想到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把我们的这个卫面与其他的卫面无论是极乐境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卫面连接起来啊靠其他卫面的力量帮我们去抵抗这个天坠的这个也就是火星撞地球的这个这个力量啊他想的是这样的一个办法而他想到这个办法呢就发现这个八幅面被困在这个� 当中的时候用了十年吧好像十年就逃了出去啊本来理论上他应该是逃不出去的那他之所以能逃出去应该是掌握了某种让这个卫面之间有这种相互联系的办法所以他就想去八幅面的这个迷宫里去寻找这个是吧他曾经是阿斯莫迪斯阿斯莫迪斯是这个恶魔之神啊 他曾经从这个相互迪堂里逃了出来啊被花了十年的时间就逃出去了这个他就想去研究一下啊所以这几页精灵笔记里想的是这个写的是这样的一个事啊之后发生了什么巴拉巴拉巴拉他在那里边还遇到了一些牛头人他差一点就要就要那啥了就是在完成分内的是打算离开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种奇怪 奇怪的感觉啊然后有一个人好像在看着他然后一个神秘女子的声音说我是黑暗 然后幻象就结束了啊就结束了然后我们还可以再给他一样就是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五页精灵的四页啊这是第四页再给一页是第五页啊就把我们五页的精灵笔记就全给他了啊现有的五页然后下次再给才能解锁新的故事啊然后呢我们也让他看看我们带来的东西我们身上还有两个这个兽物的任务可以解锁啊 一个是一个这个碎片一个戒指碎片另外一个我记得是个手套啊这里提到了一瓶魔法精华四根含铁和两瓶恶魔之血啊另外一个是破损的手套啊然后还可以给他看一下这个特伦迪利福的爪子我们之前拿到的啊这里讲的是特伦迪利福的故事啊他这里代表的是特伦迪利福我的朋友把我带来这里 和往常一样和我告别特伦迪利福之前不是被呃黑暗的力量侵蚀了吗然后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就觉得我要死了一样啊 然后特伦迪利福最终战胜了这个被这个邪恶侵蚀的这个力量啊自行这个好了过来啊 然后这里提到了一个金龙哈拉哈拉萨利亚斯啊这个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金龙道徒的经营人啊应该是金龙道徒的任务我们目前还没有遇到啊 哦就是虽然特伦迪利福从这个当中醒来但是他还是有一部分的灵片变成了黑色然后金龙道徒可能想羞辱他 导师不远千里来救他我要我要摧毁你怎么怎么样的 最终啊这个特伦迪利福是战胜了自己的内心的污秽啊就最终变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银龙 这里比较奇怪啊还可以问一问特伦迪利福的未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特伦迪利福已经死了 嗯但是在这个说出人的角度上来说呢他被困在了黑暗之中无法逃脱啊 这边就解锁了一个新的地点各伦迪利福的巢穴我们后面可以去看看啊这个我记得不打厉害的啊但是我们的材料是够把所有的盛器全都修复完的我们就修了吧 嗯就修了啊召唤之劲我记得这戒指不打厉害的啊 我看一眼哦也还行也还行30尺内主要是看后边啊30尺内所有的盟友这个伤害点定上获得加二的加持啊 互免加二还可以啊还不错我们其实戒指位其实很紧张啊这种功能性的戒指基本上都只能这个找他们带啊 其他的人不好带我们身上的东西可能稍微要卖一下啊呃带蓝的礼物我们不是刚才拿了吗对吧那这个钥匙 就是没有用了啊算了算了毕竟是定型性我还是别卖了我们稍微的去卖一卖身上的东西看能凑多少钱啊如果能凑够这个一些的钱我们可以去呃可以去DLC3的那个位置去购物一番啊呃这些东西先别拿出去啊我们那个饼干换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我们留一些破烂啊 破烂留一些就可以然后剩下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卖了 加四木棍啊我们这些也不用啊啊审判中毒挺贵的啊卖掉吧 这样有了七万块钱这两个也用不上了啊卖掉吧 这些卖掉极致体能腰带也没有用啊波炎之戒我个人觉得没啥用啊而且它很贵一万五卖了加二的没有用这两个项链可以戴一下呃收缩人的戒指就别卖了 这些都不值钱啊这顺血护福其实那我再留一留啊后边没准没准有点用啊呃只有一万啊一万不够一万不够啊那就先暂时不买了我们把项链给大家戴一下啊这个加四的加三的加一些天房啊好那我们继续切换回少女君的事儿 好这个生物也被加强了我们选一下啊这里呢是马德兰的这一个系列啊马德兰的这个系列要不选腰带要不选练甲啊我这里也把他们的不同的效果给大家展示出来啊腰带基本上是给小劲用的啊这个活法专用的啊练甲的能力其实也挺不错的啊短剑我没有用过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来自行决定选择啊我这里呢就选 腰带了啊就选腰带了哦这把短剑是不是之前红鸟军发的那个红鸟军发的那个bug短剑啊好像是啊好像是这边事物被加强了我们赶紧选一下这样就可以解锁这个戒指了我们一直在等这个戒指好应该是红鸟军之前发的可以打负伤的那个短剑啊马德兰的那个短剑 我没打过这些这些套路啊我就不说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但是这个bug好像修了吧修没修 好像修复了啊我不是很确定 嗯我们看一下这个部队 这个处理军在这儿这个这个 嗯处理军 修处理军把这个堡垒打掉啊越多的堡垒对我们来说越好啊 先回到这里 这边继续探路 圣鸟军模式我自己玩觉得还可以啊有可能是我玩的周末数量还不够多啊据那些玩的非常多周末的人来说这个模式非常的菜啊我现在觉得还行英雄无敌英雄无敌我没玩过我觉得还可以把这个也给他召回来了 就是处事处事处事也给他召回来了 好 然后下面来了个四级部队啊我们就靠我们的法系将领应该足以足以挡住他我看他从哪来啊 不知道可能会是这边吧先去这儿等着好 然后我们继续跳过啊 好那边又来了个五级的东边来了个塔嘛西边来了个喇嘛 就不停的来人 等我们把地图上这些这一张肯定是要把地图上的这些点位全清了的啊 等我们把这些点位全清了之后呢就 这边来了来了我们就在这等他一会吧 呃就之后再刷啊在第三章再刷敌人就基本上靠的是敌人来进攻的这种形式了啊 好再跳舞 哎其实我想等他过来啊浪费我的部署 啊 好然后我们继续去打这个堡垒 这边继续划线 哦 韩西村的求助者当你触发了这个以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前往韩西村解锁下一部分剧情了 但现在还不急啊 还不急这边还有三天啊 再跳一天 这个猎头者比较厉害啊 这个猎头者厉害之处在于他可以反弹我们远程的攻击啊 我们用法术来解决啊 然后魅魔也算是高级兵种啊 这次来的都挺都挺厉害的控制了被支配了被支配了哎呦轻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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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可都是一堆杂兵啊经不住你们这么使劲剩下剩个魅魔很好解决啊 啊 我们可以在卷格场上再造一个建筑啊叫做荣誉厅荣誉厅可以使我们招募佣兵单位的价格降低百分之五啊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建筑啊我们放一下啊 然后你最好把一些大块的地方留出来啊有一些后边有些建筑一是有相邻的这个白法二是有一些建筑站的格子很很大啊啊需要提前留一些位置啊关于这些建筑怎么摆最优 都其实小米没有系统的就是就是去实验过因为太费时间了没有怎么研究过我个人觉得法师将领配合都挺强的都可以用都没有什么都都可以打都可以打 哇塞这里赶紧把他连起来啊这不连起来走的路太远了 好没有升级了这里我就一般不点这个运筹帷幄3了因为五人的部队现在基本上差不太多了就看你是主要以部队进行输出还是以什么技术输出啊 我这里一盘我会想点这个老链旅行者让我们的主力的移动距离能再加10点啊这样方便我们来回行军啊否则太慢了啊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最优的选择啊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啊这个挺厉害的啊这一队挺厉害的啊建议打这一队的时候呢先稍微的排一下兵啊甚至可以把我们的脆的弓箭手就直接给他翻出去了 这两个就直接翻出去了因为真的挺厉害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而且他打的是一个小范围AOE啊最好把你的所有单位分散开啊 哇塞好家伙直接给我打残了啊看一下先来我们地狱骑士啊就是这就是因为我没给他分散开啊还是应该给他分散开 但是他们都是远程的这种AOE攻击啊你只要你的这个部队够肉的话 其实造成的威胁就就不是很大啊我们就搞一些比较肉的部队啊他们的近战攻击反而比较菜的 我打一口自己啊 好这边这个命夹终于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事件经济发展 下面我们先来这个幽静之石啊幽静之石也很重要 这是第二重要的哎呀一一开这个其他的都弄不了应该先强化外交连结的 嗯行吧那就开了就开了继续开了我就不改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推啊这些都比较简单我就都加速跳过去 这边的命夹我们选一下啊选这个灵魂之灾啊灵魂之灾 血肉之灾也不是不能用但是跟灵魂之灾相比差太多了 灵魂之灾最后最重要的是最后那句话 你自由动作让自己失去等于等级一半的生命值 比如说我们20级就失去10点啊 在一轮内为生物提供2的AB 并且将伤害转变为立场伤害啊 这也简直是后面打击群啊 打一些比较恶心的恶魔必备的一个东西啊 非常强力能提高非常非常多的伤害 这边来了一群流浪者啊 降士气算了吧 不产生后果的决定 哎这个好呀 建立医院 我不能选这个 好那至此呢我们就有了这枚戒指 我们可以切回到我们的主力部队了 开始主力部队可以终于行动一下了 这边我们有了灵魂之灾的这个戒指 这个戒指我基本上是给这个谁戴的 给艾将戴的 因为艾将的先攻最高啊 可以让他刚开始就给我们上这个罢黄 有了这个戒指呢 我们就可以溜达溜达拉 我们先去把这个灰白岩洞给打掉 别人不打继续 好我们这边可以征兵了 优先征标 神剑神圣手是无脑征的 其实可以SL一下的 因为出的有的兵真的是很差 你看我们只造了几个旅店 我们现在资金基本上就是不缺了啊 基本上就不缺了 哎呦太惨 太惨了 但是还没有不缺到可以 可以框框揉的这个程度啊 虽然不是很缺了 但是还不能那么使劲揉啊 先这样吧 我想找的是树吃啊 树吃和这个地狱骑士 都是很不错的佣兵啊 哪怕找牧师也行啊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 猜猜 好我们继续啊 前往这个灰白岩洞 这里面是有战斗的 而且能遇到一个新的集群种类啊 就是这个狮子吧 狮子还是枣啊 我也不知道那个那个字念念啥是准确的啊 不敢瞎念 会遇到新的这个集群啊 用这个打这个集群的时候 就需要我们的这个戒指了 让我们调整一下位置 好 然后上一下大队 在一个洞穴里 没有察觉吗 没有察觉 好我们进到这个洞穴里 洞穴里是灰烬巨人 我们上一张共用防护箭矢 这个卷招后边可以靠买的 没空抄的话 上一张共用防护箭矢 然后往里走就可以了 这边地上躺这个巨人 这里就直接平A了 然后一会会出这个什么 会出那个集群啊 会出集群 其实不打回合制的话 这个去切这个灵魂之灾挺不好切的啊 你每次切一次我们的爱将就扣一次血啊 然后能维持一轮 如果不是有这个戒指的话 我们打这个就是什么扁枣 扁尸啊 集群 他是不掉血的啊 因为微型的集群呢 是免疫物理攻击的啊 他是免疫物理攻击的 我们也可以有小劲的法术去打也是可以的 哎呦 谁掉了什么玩意啊 打了我好几年体质伤害啊 我没上防护吗 我的这个这个龙没上是吧 坐骑坐骑没上 好家伙被打死了 我们还是切回合制吧 不切回合制不好操作 不好操作 主要就是切这个戒指啊 不切回合制这个戒指不好操作 就给我们几个前排上就好啊 每次扣的血量其实也不多 就这样就这样来就可以了 我这个要不要狗带了 没剩几滴血了 哦 死了 死死了 没关系啊 问题不到 问题不到 等等啊 嗯 他没上那个啥 哦 所有人都没上吗 哎 看一眼啊 看一眼啊 防死结界 其他人都上了啊 一共就七个法师位啊 所以没有 没有那个龙的法师位 好 捡一下东西 看地图 这边有个什么来 这边又有集群了啊 但是有了这个戒指 这集群都是弟弟啊 就是就是操作比较麻烦啊 就主要给这几个物理处处上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打穿这个集群了 那谁挂机就可以了 这边是这个灰烬巨人的小boss了 哦 看来是防不住的啊 这个体质伤害 防死是防不住的 防不住就防不住吧 问题也不大 这边两个巨人啊 嗯 就开了 因为我们这场会打得很快 哎呦 希拉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在干什么 对啊 这就是我们的boss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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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集群 还有集群 我们看一下这个折疾者斯拉兹的属性 14级的人形生物 野蛮人 他是狂暴的 嗯 ac不高 31 ab很还可以啊 37 但是他有顺势斩 一旦被打中了 有可能会 会牵连到我们其他人啊 会死人啊 所以还是要小心啊 每一回合啊 因为他只有一轮啊 所以就每一回合都得都得弄啊 就很麻烦 然后我们一键三连他一下啊 那分享一下速迪啊 然后这个巨人是弱反射的啊 你看到弱反射弱意志啊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冰封之狼 冻住了是吧 好像是冻住了啊 哎呦 痛哎 别别别别别别 嗯 索谢尔其实没啥事的话 可以去打处决的 哦 处决要整轮啊 没 没 没处决上啊 算了 小劲 还是放这个燃烧之狐 那只能我打处决了 啊 处决会触发 会触发积极攻击 继续处 哇塞 又掉体质啊 好痛哎 好痛哎 我们又先赶紧把这个 你看到啊 没有这个灵魂之灾 是一个什么效果啊 没有灵魂之灾 这个效果 拔群 真的是效果拔群 小劲 哦 不是 逆扭 加速术一直没上 先上加速术 然后再动啊 换一个动 好像没动上 这个好像没动上 是的 是的 后面了 索歇尔 打了buff 再继续打燃烧之狐 这个小范围的这种燃烧之狐 是比较爽的 哎 漂亮 漂亮 这一下很漂亮 很舒服 东西我们就都拿了 主要是一个加二聚力腰带 和一个奶酪水果派的菜谱 还有一个魔法精华 这里基本上就没东西了 看一眼没东西了 好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去大几层上 休息一下 这个会回我们的这个体质的 看一下掉了多少 体质都掉掉多少了 嗯 没事啊 没事休息几轮 既然我们已经来到了灰白岩洞这里啊 顺道我们就去一趟这个灰暗石窟 这里呢 是我们的dlc3的一个入口啊 但是现在还别着急去 因为我们现在等级还是有点低 升华4还没有解锁啊 等到后边我们准备好了 去一口气把这个第三章 dlc3的部分给打完就好了 这里不不打的话是没有战斗的啊 直接往里进就可以了 进到这个洞穴里边 但是这个洞穴门口呢 有两个商人 这个有两个NPC啊 这两个NPC还是很重要 我们直接下去啊 它是其实是坐船去打午夜群岛吧 所以在这个船这里有两个NPC啊 去跟这个教室对话啊 它这里呢有一些普通装备啊 这个普通装备真的很普通啊 我们留一些破烂啊 真的是很普通啊 没啥好东西啊 非常的普通 有几个开锁工具啊 但是不关键 我们不着急买啊 这是普通装备 然后呢 它这是最重要的是啊 最重要的是它这卖卷轴啊 卖卷轴不说啊 它卖好多好多贼强贼强的菜谱啊 小米把这里 这里其实卖浑身定位卷轴啊 如果你不想抄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买浑身定位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卷轴 每个都是99个啊 数量极其的充裕啊 什么十幅数啊这些 那十幅数这种啊 CR比较重要的可能不太好用 这里啊 共用防御建制也有啊 但我们现在还有 就不买了 我们必要缺钱啊 各种各样的卷轴都有啊 召唤啊 你看这边卖非常非常多的菜谱啊 然后它这里还卖很多的材料 我们之前不是都没有材料抄卷的吗 材料也可以在它这买买啊 然后它这里卖最高等级的啊 太多了 哎呀 我们买个8个啊 买8个为次 用来超卷用啊 然后恐龙骨头99个啊 你缺的话都可以来这买 它卖最高等级的超卷工具啊 但是要128000啊 你要是攒够钱 你可以直接就在这儿 把这个超卷工具给买了 其他的就一般了啊 就一般了 主要是来买这几个菜谱啊 这几个菜谱贼强 你买了菜谱你别忘了买食材啊 你没有食材 你这个菜谱也做不了啊 这里推荐大家啊 最最厉害的这个就是这个 炙热玉米卷饼啊 这是炙热玉米卷饼啊 必买啊 必买啊 然后奶酪水果派我们刚才拿到了啊 我们就稍微买 有一些是我们在主线上能够解锁的啊 但是你在这儿先买的也没关系 因为啊 这个希腊油素饼我们有啊 但不知道为什么它显示这个 恶魔茶手汤 这是温诺哥最爱的 好运三明治 菊瓜肉也是温诺哥最爱的 台浅炖菜我们也有啊 不知道为什么它这显示没有煎叫蛋卷 这个是不是啊 这些都买掉啊 然后买完之后我们就给我给他学了 然后看缺哪些食材呢 顺道就在这儿全把这些食材给尽一下啊 否则这么好的东西用不了啊 但现在我们其实没有很好的做饭人啊 我们要不用念扭做饭 要不用念扭抄卷啊 所以呃做饭人是是有点缺的 不带带蓝的话 这个做饭是一个小问题啊 我可以大家给大家看一眼这几个菜谱 在这里看一眼啊 这边这些菜的DC都太高了啊 有的都高达DC35 即便我们念扭来做的话 可能也不太行啊 看看成功率有多少啊 念扭在做也只有65%的成功率啊 但是真的很厉害啊 他能让所有的技能减定 获得加5的烹饪加值 然后每次技能减定双头取高 这个基本上是铁人模式 阿泽达特人模式 应该是必吃的一个东西啊 然后快速回复这个就一般 这个是伤害豁免攻击加3 恶魔杀手汤 这也很厉害啊 这缺的是什么 这个是火结晶 巷子这个是专注减定加4啊 然后DC加2 这也很不错 而且他是小小进最喜欢的吃的啊 需要这个石皱花和巷子 主要我们是来做这个的啊 需要这个石皱花鱼禁花和凤凰羽啊 所有属性获得加4的烹饪加值 持续一天啊 真的是没有道理啊 然后这个伤害这些 这些其实就收集要素更主要一些啊 最常用的其实还是这个 恶魔杀手汤和这个好运三明治啊 这几个比较常用一些啊 好的 那这里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我们这边继续上游军模式啊 把这边的这些恶魔部队给他都打掉 好 没带 看看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啊 其实都还行 都比较一般啊 这个魅魔的这个将领稍微厉害一些啊 这个圣兽之爪是个不错的装备啊 以前版本还带负伤 现在好像修了 好像据说修了 我从来没用过负伤Bug啊 所以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但我知道这么个这么个装备啊 好我们就把这里全都给清掉 这边拿到装备微弹 在确认重击的检定上会获得加次加值啊 不是很好用 可以拿去卖钱 这边这个 这个将领我忘了啊 看一眼 从部队上看还可以啊 哦 果然是会火球的 虽然我不记得了 但看起来他就像是个会火球的人啊 怎么扔我看了啊 这边有一弓箭手啊 这弓箭手一定得扔掉 虽然这个爆炎魔不吃火球啊 打他也没有用 这弓箭手必须解决掉 不解决掉护文麻烦 这一场可能要SL 因为我们的这个实在是太脆了 我们的这个弓箭手实在是太脆了 把他打哪里啊 先把这个侦察骑兵给秒了 再把这个给接下啊 不要让他靠近我们的神神神手 这黄虫其实是可以不打的 一旦被他暴击了啊 被他暴击把这个部队一旦被秒了 我们就只能SL 没有办法了 只要不秒人啊 咱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然后我们去打这个爆炎魔 因为我们 主将打不了 哎呦 被偷袭啦 这就比较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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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医务室的压力就比较大啊 而且我们最后一番奶了 虽然奶回来了吧 但是医务室的压力比较大 又甩我 那我就不能 我这个将领就不能干别的了 只能跟他去对这个东西啊 没有办法了 好看起来问题不大啊 只要我们 不被暴击啊 别把这个秒了啊 问题就不大 就能保得住啊 敌方将领不动 咱们这个法术也不能动啊 我们可以直接给他带走了 再见 好又拿回来了一个少战 我们一会儿去抗动一下啊 这边主角部队一直在地图上捡垃圾啊 捡不捡都行啊 我这属于是强迫症的行为啊 不不不捡 这个完全可以不捡啊 不捡就不需要这样了 这旅行商人我之前已经遇到过了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旅行商人那里可以拿一个高等英雄气概的卷轴免费赠送的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旅行 杀人的故事啊 这个杀人挺惨的啊 这三人刚刚开始是被一个龙巫妖给抓走了啊 然后被抓走了之后 嗯 然后在后边又遇到了另外一伙人 这另外一伙人呢 去想去找这个龙巫妖的财宝啊 就威胁他 说这个他被龙巫妖控制了 说我可以帮你解除控制啊 但是到时候你可能得分我一半的这个龙巫妖财宝的钱啊 他就答应了 他就帮着这伙人把这个龙巫妖杀了 的确获得了很多财宝啊 但是他当时签的那个合同里面 是有是有很多bug存在的 就要还给人家很多很多的钱啊 还给人家很多钱 把自己的那一半财宝赔掉了 不说下半辈子也要给对方打工啊 对方是魔鬼啊 是魔鬼 然后如果我们是窝妖道徒的话 遇到那个旅行杀人是可以去骗他钱的啊 是可以继续坑这个旅行杀人钱的 这边是小进的财人任务线啊 我们直接就开始这个善良线啊 就能解锁小进的这个任务线剧情啊 难以琢磨啊 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回到指挥部 我们这边继续出发剧情 看看这是什么 哦 这里五把刀 五把刀算是 呃 灵石道徒的第二次啊 第一次是树人 第二次就是这个五把刀凯尔啊 他来给我们 呃 来加入我们自由圣友军 他本来是一个土匪吧 啊 他本来是一个土匪 你看这个魔鬼道徒的进人 就跟他很熟悉啊 然后可以问问他 然后这里呢 这几个选项 分别加的是呢 这个 直接加入我们是加混乱的评分 交给安妮维亚是就算是处的评分啊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灵石善良道徒的评分 然后 还有什么 交给地狱骑士加的是红色啊 然后让他们离开加的是橙色啊 加的是这几个评分啊 我们就直接把他交给安妮维亚就好了啊 啊 交给安妮维亚 他也算是加入我们了 只不过不是直接以军队的方式加入啊 后面我们还能在极乐镜 在我们的那个后花园看到他 马开尔这是我们的那个韩西村的那个小哥啊 给我们带来了外交的经验值啊 你过的怎么样啊 不拉不拉不拉 然后我们再回韩西村就可以解解锁后续剧情了 我们一会儿之后把下一期再回去拜访一下 这是这两部分的剧情啊 这期视频其实已经挺长的了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圣教军模式最后的这一点打完啊 快速的把这个打完 不打完不行啊 不打完没法 后边推进也不好推进啊 我们这边可以建堡垒了啊 堡垒急吗 堡垒挺急的啊 建一个吧 建一个堡垒 这边看一下经济 哦 这里还剩一天啊 还剩一天我们就有邓厉害的这个装备了啊 哎 搞事儿也拿回来了 继续啊 这边好多地方要画线 这边其实没有任何的部队啊 那都是空旷无银的这个荒地啊 没有没有人没有人 就只能画线啊 跳过一天 然后我们的幽静之石好了 嗯 这边我们选一下 这里也选戒指啊 幽静之石的效果之前给大家看过了啊 这里也选戒指 法令啊 我们赶紧先加强这些系统啊 先把外交系统先加强 好 然后战役 嗯 可能是从这下来的吧 哎呦 没没探路啊 这就是没探路的不好之处 是这里 是这里 这个将领好像也有法术 你记不得了啊 快速的把这边推了 哎呦 这 圣鸟军魔是真的是长 把这神兽水都打掉啊 就没有什么危险 圣武士会哪啊 把圣武士也给搞掉 你可以看到我们13个这个 术石他的伤害就很高啊 只有13个兵种啊 13个兵而已啊 只有13个而已 啊这个将领是个是个呆逼吗 这样的吗 我还以为他挺厉害的嘞 这边拿到财宝诱人冲动 好 嗯 上手之爪这个可以打啊 这也可以打 这两个别看跨等级啊 但是由于对方 是人数少啊 我们法系 法系将领 去以一少打多 打这种人数少的高级兵种 最好打的啊 因为可以靠法术直接就给对方秒了 配合弓箭手和术石啊 特别适合我们法系将领的这种攻击方式啊 那加上他走的贼慢 好升级 这里必选冰风暴啊 一定一定要选 因为我们的火球术很多敌人 他是不施火器伤害的 必选冰风暴 这个稍微有点恶心啊 这个 这个先放一放 这个的确有点恶心 那没有点数了 然后我们切回来 我们跳过一天啊 把这个外交会议和这个指挥会议给开了 然后有一个矮人的资产 发现了有矮人的这个魔像啊 有一些矮人士族说这些魔像是他们的 加40材料 加300军事经验 这个应该是能招土原素啊 土原素太笨重了 不要啊 这个12个盾兵 1500的资金点数 但我们的外交 其实 12的盾兵 40的材料得了 我看看外交经验缺不缺啊 外交还可以 我们现在缺的主要是后勤 后勤军事啊 外交和这个领导职基本上就是默默的就生了 我怎么需要呢 啥我们要材料 然后我们回去开会 这个 幽静之石附魔 附魔掉 好继续开会啊 木之石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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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好像有一个要过简定的木之石会议啊 我忘了是哪一个了 看看效果 嗯 12个兽武士 30个斗士 在蓝 凶甲骑兵和神射手啊 2250 蓝 凶甲骑兵可以理解为是骑兵中的盾 盾兵啊 比较肉 游侠骑兵和猎头 木之石呢 那我们还是要这个神射手吧 神射手无疑还是厉害 20个神射手不老少的 我们就选这个带蓝的这个选项 花2250的资金啊 还是挺便宜的 汉丰 汉丰 汉丰的会议 呃 传道者法令 哦 这个这个里面是有陷阱在的啊 啊 希拉的这个效果 你别看他涨的少啊 7% 但是是20天 20天 就是每20天可以重复一次 每次持续20天啊 这个就等于一直可以重复 然后汉丰上将的这个呢 你看起来很厉害对吧 涨10%比希拉的多 但是是14天 30天内只有14天 就等于只有一半的时间 因为等于只涨5%啊 这也就 这就是骗人的啊 然后这是14天 可用佣兵单位数量提高1 但是他要花5000 自己有点太贵了啊 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这是14天 新兵增长速度加 然后降低士气啊 一般都选希拉的这个 就直接选希拉的这个就好了 好的 那本期视频就先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因为圣调军模式真的很长 我们第三章可能打了 五分之二啊 可能还有一多半的 上游军模式还没有玩完啊 都留到我们后续的内容吧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 别忘了给下面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